就爸爸 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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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家伙 最近有个龟友蛮有意思的 他问了我这么一段话 他说 小爸 我算是看出来了 你对大部分的龟类都有包有扁 态度也是纷纭变换 比方说 以前你说蛋龟好养 大力推荐蛋龟 现在看到蛋龟就抵触 抵制资本炒作 以前你说巴士连便宜 推荐新手私养 现在又说不是很新手 因为日照要求可可 以前你说恶龟皮屎 但我就没见过你做过几次恶龟的视频 因为你说太凶了 以前你说侧警龟不错 现在又吐槽他们长得太大 感觉在你眼里 好像就没有什么龟 能让你自食之中都钟爱有加的 只有一种龟 你一直都是正面评价 那就是黄原龟 这是为什么呢 这位龟又不错 作诗铁法拉 就像这位朋友说的 小豹养过不少龟 也分享过不少的饲养争力 很多龟在体验上是褒贬不一的 唯独黄原龟 我一直都很推草 今天我就来谈谈对这种龟的看法 看完之后 你们就知道 我为何那么喜欢黄原龟了 也许观看视频的你 也是这么认为的 点赞 关注 加转发 养龟顺利 很健康 说到黄原龟的优点 那真是数不甚数 比如黄原龟的性格就是一大亮点 活泼 胆大 好信仰 亲近人 堪称龟中的互动之王 想在黄原龟里找出个胆子小的 那是需要运气的 当然 这些很多人都知道 我就不多描述了 再比如啊 他们的外表好看 不但有鲜艳儒雅的可侧 五点养殖的被纹 高红圆润的体型 还有灵气十足的延伸 俏皮可爱的笑脸 能瞬间融化了自己的内心 养过的都懂 也不必得说 再比如啊 黄原龟是存活率最高的 规律之一 第四养 体质强 一开始 适应性强 高度耐寒 可以冬眠 可以加温 想把它们眼挂 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过 以上这些 并不是小暴最看懂的优点 因为除了这些之外 黄原龟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 这里啊 我可以分享两个案例给大家 养贵玩家们都知道啊 喂食的时候 是最容易发生争斗的 黄原龟也一样 为了能够抢到美食 他们往往争先恐后 毫无奋路 可有意思的是啊 他们在抢到之后 二话不说 也不急着品尝 把水就开溜完了 深怕战利品被抢在里 有时候啊 你会看到他们各自叼着美食 手无阻挡地到处找地方藏 真能把人给笑死 不知道啊 大家的黄原 是不是也这么自立 另一则案例啊 就更有意思了 都说黄原龟水性差 尤其是苗子啊 这小生板 要是不小心掉到 深一点的水盆里 还真没那么安稳 可聪明的黄原啊 就是可以想到一些 有效的办法 来降低溺水的风险 他们往水盆里添土快 这是对设置的 丢树叶 反正啊 一定会想办法 把水深给降低了 不但可以降低风险 还容易爬出来 真是一举两得 丛林决定 你的黄原 你会有很多吗 按理说 每一种龟都有 适宜的饲养环境 环境没备好 往往要收口 可黄原龟 对环境的宽容度 是很夸张的 因为是半水龟啊 黄原龟既能水眼 也能一样 你喜欢绿意盎然 那就造个丛林绿植 你喜欢小河流水 那就造个亭台壁活 哪怕你喜欢泥石流 一样可以满足底 就算是懒人养贡 什么也不要啊 我们的黄原龟 依然潇洒自在 像牧场里的马儿一样 放飞自我 说白了 只要给他一盆水 一碗凉 他就可以变成狗 是吧 嫌他烦 放心 天冷了做冬眠 保证不会来好 因为他们也知道 适当的分离 可以重新点燃 牵绊的感觉 俗话说啊 距离才是美大 不过啊 再美好的事物 也得考虑现实问题 宠物再好 那也得消费得起啊 这么说可能不准确啊 应该叫值得消费 或者是愿意消费 当然 这是站在一个 纯玩家的角度来说的 投资客除外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过啊 在2014年的时候 黄原龟被炒到市场最高峰 一只安原幼苗 价格高达6000 然后价格逐年降低 一直稳定到现在 而且啊 黄原龟根据平常的差异 被恒查了三种价位 海原 大陆原 和安原 虽说安原价格在1000多 感觉略贵 但是海原和大陆原 售价价在400到600 比较轻易 品项上有差异 饲养体验上非常非常区别 这就能让更多的玩家 体验到饲养行员的乐趣 没有资本炒作 饲养者都是玩家 志同道合的讨好又多 这样的宠物龟 能不让人喜欢吗 反观一下但龟啊 价格虚高不说 有时候和龟友聊着聊着 发现对方竟然是个龟傻 都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我们只是要一个 曾经的交流权 怎么就那么难 今天带给大家 看一下这个大宝贝啊 来握个手啊 挺乖 很多人问我 怎么给爱龟做背甲护理 其实啊 关于龟律背甲健康的问题 一直困扰得眼龟 比如啊 像真菌 水碱 尿碱 霉菌斑 黑斑等问题 时常威胁着爱龟的延期 尤其是南方地区啊 只要环境闷热 潮湿 不通风 大概率就要染上真菌 本来高价买回来的 一只大漂亮 赏心悦目的 结果因为背甲问题 颜值受损 心理肯定不是滋味 众所周知啊 龟内想要有一次健康的背甲 是需要充足日照的 因为日照 可以消毒杀菌 促进盖质吸收 增强抵抗力 还有辅助发色等作用 但是啊 很多养龟人 并不具备充足的日照环境 比如啊 小豹我就有很多的龟 是养在室内的 虽然也用了很多 替代阳光的晒背灯 但是显然啊 仅靠人工晒背 并不能完全替代天然日照 还有些归类啊 需要加温饲养 常年养在加温箱里 迟度不够 会导致龟甲干燥 于是啊 定期护理背甲 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这款卓比克护甲油 是小豹一直在使用的 护甲神迹 采用原装进口丁香油 植物萃取物 为核心成分 能够滋润背甲脚质层 预防脚质层开裂其翘 防止背甲干裂等问题 尤其是针对 龟甲真菌感染 效果显著 由于渗透性强 能够有效渗入角质层内部 起到预防和抑制真菌的作用 这个是使用前的画面 这个是使用后的画面 哇塞 效果感应啊 关键是 这款护甲油采用的是植物原料 即便是育肠护理 也不用担心对艾归有伤害 无毒无副作用 使用的时候 在背甲上滴几滴 然后轻柔的右手抹开 别傻乎乎的刷满全身了 省着点用啊 对了 护理的同时 再给艾归做个SPA 这是个多么值得增进感情的机会啊 尽量的多盘盘 最好是盘的刀浆 把你的提味和汗水 融合着浓浓的爱衣 一起渗透进它的背甲里 这样就放菜脱光了 嗯 这款护甲油水龟也是一款 扑完以后干养几个小时 让油充分渗透进角质层 就可以下水了 好消息是啊 现在购买的小伙伴 还会多送你一瓶卓笔克的公园 需要的小伙伴们 赶紧点小房车吧 我是小胖 我们下期再见了 很多新手遇到乌龟浮宅都束手无策 主要是不知道该如何下手 听说要开刀就咄咄咄咄 有的盼望着他们会自己好 这种可能性虽然有 但是结果往往不尽一意 龟类浮宅的原因有很多 主要原因是一致造成的 尤其是下山龟 在无法适应人工环境的情况下 很容易就浮宅了 先来讲讲如何判断浮宅 一般浮宅的甲颗颜色 和其他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用手指刻一下 有明显的凹性的 很柔柔流到海底刻处水 靠近鼻子一纹非常臭 类似于一种浮宅的味道 这个时候就不要被缩 该动刀的时候就不能锁入 小胖的这只巨猿 浮宅就出现了浮宅的机型 深色的甲特殊就是 拿出手术刀 把浮宅表面切开 切掉表层 就可以看到里面的浮宅脚层 去掉浮宅后 会有渗血的机型 这个是正常的 这是欣欣血肉 一般挖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有时候也会遇到浮的比较深的情况 挖出来的浮宅 像碎扎小机身一样 充斥着浮宅味 如果有外甲颗挡住了作业路径 可以用针对签把外甲颗剪掉 统治一个目的 把腐坏的地方清理干净 不要害怕大大的缩业 移的退缩带来的是眼快 果断利落才能药到病毒 清理掉浮宅后才是关键 两个要点 第一 干氧 一定要保证伤口干燥 第二 上药 可以用云拿白药 聚为疼点 双氧水消毒 伤口不用去爆炸 暴露在空气里 便于伤口凝结 干氧期间记得要给艾龟补水 伤口在对甲相对简单 水味道停点即可 谁碰不到伤口就行 难就难在伤口再覆 这个时候你可以用低缓喂水 或者可以一天浸泡两次 一次二十分钟 但是弄湿的伤口要马上擦干 闯心上瘾 治疗周期一般在一到两周 伤口就开始凝结了 还是那句话 下狠心要利落 辅长其实不是什么疑难杂症 往往是拖延拖廷 如果任期发展 辅导内咋 那就无理会天了 我是小邦 我们下游戏再见了 捏了都有半小时了 这个捏 给点反应啊 哥 这皮眼都松了 视频里的这只窄桥啊 是我一个朋友的 养了三年多了 毫无征兆的就这么嘎了 相信很多养龟的朋友们 都遇到过这种情况 前几天还能吃能喝的 结果一转眼 没了 圈子里把这种情况称为宝币 那么暴毙到底是有什么引起的呢 点赞 关注 加转发 养龟顺利 很健康 暴毙是养龟爱好者很忌讳的一个词语 因为它没有任何症状 让你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 经受散传之痛 针对暴毙的讨论也一直没有间断过 小邦大致归类了一下 能和暴毙挂上钩的往往有三种情况 其一 野生龟时常伴随着暴毙 由于野生龟类在运飞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损伤 而且伴随着受惊导致的应激反应 很难在短期内吃饮人工短进 所以野生龟经常会暴毙 这也就是为何不建议大家饲养野生龟的道理 比较典型的有 黄鹅 巨猿 鹰嘴 枫叶龟龟 这些龟类都是不好伺候的主 他们也往往被称为龟中暴毙王 其二 若苗时常伴随着暴毙 大自然原本就遵循着幽神劣汰的法则 从如野一样 红一笔龟苗同样的痕迹 就是有倒霉的毫无尊重的狗屁了 他们中有些个体 不论你如何洗洗照料 配置到位 一阵风就可以把他们带走 若不禁风的他们往往一喷击水 什么 不知道什么是若苗 往前翻译一下我之前做的视频吧 我讲过 反正一句话 这种若苗啊 再便宜也不要买 其三 发生意外 这个就没啥好说的了 没弄来了 神火难倒 还是多做善事吧 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个案例 不属于以上任何一种 大家可以看到 视频里的这只窄桥并非是野生的 四族也养了三点多了 显然不是若苗 至于意外嘛 那倒是有可能的 难道是淹死的吗 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 这位朋友对龟师进行了解剖 由于画面容易让人引起不适 这里就不详细描述了 结果判定这只窄桥的内脏有病变 主要问题还是处在肝脏上 一般正常的肝是红色的 而这只窄桥的肝是偏暗黄色 后来通过这位朋友的回忆 在这只窄桥还是幼苗的时候 得过肺炎 而且不是一次 通过抗生素浮本移考 硫青酸红酶素等药物就回来了 按理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只可惜这样的经历 没有给这只窄桥带来浮育 却留下了后遗症 在给幼苗使用抗生素的过程中 同样也伴随着一定的风险 抗生素如果使用不到 或者过量的话 就会产生毒素 从而损伤幼龟的内脏 所以才会有龟友的爱龟 在饲养了好几年之后 忽然暴毙 相信说到这里 很多龟友要挟得一身冷靠了 说实话 我也挺害怕的 因为我也有很多龟 是通过抗生素治好的 难道他们之后的命运 只能是等着暴毙吗 通过这个案例 我将门咨询了几位 有瘦医生验的朋友 他们给出的解决方案就是 抗肝 在日常养龟的过程中 加强养龟的抗肝意识 相信很多朋友听到这个词 梦得到头脑了 什么抗肝 听都没听 如果你没有听过 那说明我这个视频有用了 赶紧拿个小股东西好了 日常抗肝可以用水飞剂 奶剂子 这些草本植物中 还有丰富的水飞剂素 可以促进肝脏细胞 再生和修复 减轻肝脏负担 有助于保护肝脏健康 当然 除了这些之外 还需要日常补充维生素 比如增加电解冬维 水果VC 促进免疫力 很厉害 尤其是使用过抗生素治疗后的 一定要重视内藏的注意 不然啊 当暴毙来临的时候 又要哇哇打呼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啦 你吃这么难骨子 很多新手都很难接受收咳这件事 其实对于一个养龟人来说 养龟收咳就跟打仗一样 乃是兵家常识 我在直播节里经常听到龟也来说 又卡了 没信心了 甚至觉得无敌自容 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养龟必然伴随着收咳 而且是养的越多 收咳越多 养的品种越杂 分析也越大 因为每一种龟啊 都有属于自己适应的条件 每一次突发状况 都是以此新的讨厌 养个一两只龟没挂 那不叫水平高 只是面对的问题相对少而单一 如果要说收贺经验 小豹可能比大家都经历得多 经历得多了 才能讲解出经验 分享给大家 让大家少走我走过的弯路 小豹一直怎么说来着 没有最好的养龟喊法 只有最适合自己的养龟喊法 教条主义 崇拜主义 傲慢主义 都是养龟大忌 我们要保持谦逊的态度 总结经验 尽力而为 善待生命 懂得反思 如果不信收咳了 别执念 想想养龟圈子里 有个叫小豹的 他说的河比你们还多 但他还在养龟的道路上 立立前行 那样就能释满了 是吗 我是小豹 我们下期再见